还是让客户把这两根线拔下来 这边的 然后开机 然后测一下这两个上面的电压 一个测在单独的装置上 然后还有一根测在边上这一根测在这上面 还有一根测在旁边这个柱子上 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测在边上这一个上面 看它上面有个电压 然后拍个视频给我看一下 再一下 谢谢大家